近载运通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2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加权股价指数开盘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一个指数是上涨了176点 来到了17300 现在是已经来到17389点 是再度改写了这个波段 或者说是台北股市的一个历史新高 我想在昨天 应该大家看到那个指数跌了100多点 幅度不大 但毕竟是4月份以来 单日最大跌点的时候 会觉得说 老师这个行情是不是要呈现一个反转 不过我想我们在昨天 晚上的一个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也谈得非常清楚 以目前的一个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来看的话 它一直走的是一个上升轨道的一个形态 因此目前的一个多方格局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改变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当然主要还是要重点 我想还是在于 这个所谓盘面今天的一个重点观察 以及要如何来做一个选股 所以一开始我们先简单跟大家谈一下 今天整体盘面 几个比较重点的一个观察现象 第一个 当然这个是在谢老师在开盘现做的 那当时我们就讲说 应该会挑战历史高 不过因为前面 应该这样讲就是 昨天的一个行情稍微比较弱一点 所以前面半个小时留意 包括了隔日冲的一个卖压 包括了原本昨天想要出没有出到 今天事实上也会去做一些调整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涨了大概接近快200点的幅度 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追价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时线的KT指标 来到了这个相对 应该说它这一波的一个回测之后 因为今天往上开嘛 然后低点 低点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是不变的 但高点的部分它会往上去做电高 收盘也去做电高 所以10点之后 我想指标会比较明确出现转强 那修正到51下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大概都会有这个 如果说我们以日线来看是5到8天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以这个小时线来看 就是5到8个小时 也就是说礼拜五的一个行情 跟下个礼拜一 至少这个往上持续攻高的那个条件是存在的 好 因此我们先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指标性的一个个股看什么呢 包括昨天晚上美国科技股市出现强谈 反弹的谈 那今天电子的一个指标会以面板股 半导体设备 传产会以相对低级的龙头 然后以及食品类骨 这个部分会是今天我觉得大家比较重要的关盘重点 好 因此一开始呢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面板类骨 在今天的一个表现 我们先谈一下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面板类骨 它会成为盘面的一个重点 昨天是这个显示器大展嘛 那你画面当中看到这则新闻 彭双浪说面板的一个机会来了 那彭双浪是优达的一个董事长 因此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指标性的个股 包括像是优达 今天的股价目前开盘是涨了6.18% 包括群创目前开盘是涨了7.8% 那当然反应的一个重点 我们稍后再来谈技术面 那反应的一个重点在哪里 反应重点当然是 包括了这个所谓的转型 因为之前我们也在 非凡的一个股市周报当中 其实我们有跟大家谈过 现阶段的一个面板类骨 像是优达它转的是那个智慧场域 也就是说在一个环境当中 比如说马路上 那有什么比如 现在是都是以这个红绿灯嘛 但可不可以用这个面板的形式 有更清楚的一些 这个交通的一个资讯等等 这个叫做所谓的一个智慧场域 那群创的一个部分呢 他们现在在做那个翼晶天线 然后在做那个X光机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两家公司他们其实有开始慢慢 不单纯只是靠着面板 这样子的一个 应该这样子讲啦 不单纯只靠生产面板 这件事情来做这个获利 因为毕竟你会知道说 这个受到产业的一个景气 影响其实蛮大 因此他们去提高 它的一个附加价值 不过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你问向老师说 到底友达跟群创要怎么样来做挑选 向老师必须要告诉大家 虽然说现阶段的一个友达的一个涨幅 相对来讲是比较小 但是我要应该要跟各位讲的是在于说 如果以这两档个股来看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看好友达未来的一个发展 或者是说就股价的一个表现来看是这样子 为什么这个部分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去研究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今天顺带交给大家一个东西 有时候如果有发行 因为今天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头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是那个环球金要发那个 要发债嘛 因为要去并那个德国的一个市创 那基本上这种所谓发 可转案公司债 或者是海外的一个GDR 当然其实为的是一个募资的一个手段 但这个其实同时也是我对于群创后续的股价 不能够讲隐忧啦 但是它的确会造成一点程度的影响 就是它有发海外可转换公司债 ECB 那这个东西呢 以后有时间我们简单在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明到底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商品 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但简单来说就是说 因为它当初 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我发了一个债券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债券 我可以把钱把本金还给你 或者是说我让你转换成我群创的一个股票 那因为当时的一个转换价格 它的发行是108年109年的时候 当时发行的价格其实是很低 它转换价格大概是10.59 那到3月份截止为止 这个群创大概还有1.09亿美金的 这个ECB没有去做转换成股权 那稍微我稍微换算了一下 这个大概可以转换成群创的股票 29.8万张左右 那29.8万张你看现在价格是29.7啊 那29.7跟它的转换价格是10.59 算10.6嘛 差了多少钱 差了1张差了快2万块钱 那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虽然说你说 老师最后不是都可以转成股票吗 但是在转成股票之前 它必须在财报上面 它会认列是一个可转换公司债的一个评价的损失 所以你以这个金额简单来算 如果一张2万块 然后有大概29.8万张 它对于群创EPS的影响 就会落在0.5到0.6之间 而且股价涨得越高 影响的幅度越大 所以这个会是形成 未来群创股价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压力的一个地方 因此这个部分 当然大家如果要看的话 我想还是会以这个友达为主 如果我们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连续性往上走 到今天是呈现了一个跳空创高 大家可以预期就是说 今天的成交应该是这个波段 相对来讲比较大量的一个时间点 因此大量 然后红K棒有跳空 你就以这个多方的一个跳空缺口 只要没有补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续墙的条件 当然友达墙 我觉得另外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大家 另外一个方向应该是在于它的子公司 8215的名基彩 那这两个股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之前其实在其他的 就一样在应该在非凡也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这两个股事实上 它也有去做一些这个其他领域的一个布局 当然现阶段面板好没有错 那它有去做其他领域的布局 最主要是在电池 这个应该说电动车电池的一个隔离模 那目前是出给这个日本的T厂跟这个N厂 大家如果有开车的话 大家就知道这两个品牌 其实很简单啦 就Toyota跟Nissan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有新的一个成长动力 虽然说今年的一个比重不高 大概是10%左右的一个水准 但是它有新的一个商品 所以当然对于它的后续营运来讲 我觉得会有一个帮助 那只是说我们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因为刚好前面有一波这个 下杀的一个套牢对不对 但这个部分请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它有没有呈现一个放量 还好嘛 当时的一个成长是在10941张 这里是11000张 今天的预估量是多少呢 今天的预估量是15000张 那也就是说短线上面 它基本上你不是跳空过的时候 它通常不会一次推 你在盘中一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震荡 但是以这样的一个成长来看的话 事实上你如果再把那些当冲扣掉 事实上不用扣当冲也可以 你单纯就这个成长来看 它要换手过去的机会 我觉得是比较大的 那差别只是说要花多久的一个时间 因此这个是今天大家第一个 你可以去留意的重点 那昨天当然采金股价跟我涨停板 我觉得这个部分 它有一点这种落后补涨的一个意味存在 因为毕竟如果以获利 当然以规模来讲一定是双幅比较大 那以获利来讲 彩晶去年赚的1.25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水准 那包括了其他的中小型尺寸的面板公司 包括像是3038的全台 包括像是8105的邻居 这些股票 这样一打出来股价股价涨停板 这种股票其实它就是比较跟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尤达大戏群众大戏 我没什么用 或者是财经涨停板 你可以从这小型股去做着手 但是你要注意哦 因为这种股票它是根 所以一旦出现停注 这大型的股票出现停注的时候 这种股票你就要先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好 这是有关于面板类股 今天大家可能可以注意的几个重点 另外我们再回过头来 这个是你为什么每天早上要看夏老师早报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会跟大家讲说昨天晚上美国股市跟台湾比较相关的 大概讲什么 半导体设备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涨幅最凶的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 好 这个摄影棚的网路没有说特别流畅了 这家公司叫做爱斯摩尔 那爱斯摩尔昨天的一个股价 是在整个非常棒体的幅度当中跳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爱斯摩尔的一个股价是创下新高 对不对 他昨天的一个股价的涨幅 事实上是来到6.25% 是整个费城半导体当中跟台湾联动比较相关的股票里面 涨幅最大的一档股票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事实上张中某董事长因为昨天有演讲 他讲说台湾的 应该这样讲就是台积电的经验很难得 因为现阶段领先大概中国大概5年左右的一个水准 然后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从这两件消息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看就是说 他认为说护国深山很难找对不对 但某种程度上面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就是说台湾的半导体 或者说台湾的台积电 事实上它的那个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的优势 其实一直以来都还是存在 那搭配上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 艾斯摩尔2021年的营收看增3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之前的台积电相关的概念股 你看明明资本支出调涨 它理论上来讲应该会对于这些概念股造成带动的一个效果 但之前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要请大家就是说 有时候它需要一个导火 这个所谓引爆点或者是这个 这种所谓导火线 就是说那个时候国际的半导体没有这么强 所以市场会觉得说 好像台积电股价也不强 那不如就再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股价之所以没有比较强势的原因 但是你说这一排 这排所有的高票都是跟台积电相关的一个设备是有关系的 到底要怎么挑 基本上我们不是以涨幅来看 而是要以这个技术形态来看 所以这个部分呢 当然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 因为他们讲到的是这个 集子外光嘛 那之前我们也谈过就是中国 现在美国打算连那个生子外光 就是比较成熟的制程的设备 都不给中国的一个 不让中国人去买啦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联想到这个股票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 G-COPIO其实现行不强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啦 因为应该这样讲 我不是说它不好 它后面能不能够转强 这个后面再来看 但是你今天有人去做点火的时候 你可能要以现行强势的股票为主 例如说6223的一个旺锡 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 事实上以它跟联发科的一个关系 大家都知道联发科现在是那个 全球手机晶片龙头厂商 对不对 那以旺锡跟联发科的关系来讲 应该是能够跟着联发科 一样去做一个成长 那实际上 即便没有联发科的一个订单 以旺锡金来看的话 要获利要超过一个股本 事实上是有它的一个条件存在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它的股价是怎么走的 股价冲高之后 压回来到月季线附近 对不对 然后均线呈现上扬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防守力道 后续又把股价往上去做推高 投信在这个时候去做进场 因此今天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是一个开高之后震荡走低 这很正常啦 因为今天起两百点 我刚刚也讲了嘛 有一些昨天没有卖掉的 或者是昨天被吓到的 今天开盘他一定会觉得说 到时候万一又走成开高走低的时候 所以这些这个卖压一定多多少少 但是我们刚刚也谈到了 以目前的格局来看的话 10点之后应该会有一个 慢慢比较稳定这样的一个走势 所以回过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如果以这个半导体设备相关的个股来看 比较强的有这个 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6187的万润 这个是一个股价高档强势整理的一个形态 对不对 包括像是3583的星云 我知道星云今天没有涨 今天星云到现在有多少 平盘 但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就是 这个时候你要找的是 技术面相对比较强势的 因为之前整个设备股它比较弱嘛 对不对 但是他们能够呈现相对续强 或者是没有跌到 我觉得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条件 所以你看到 之前1月15号的高点是71.8 对不对 71.8突破之后 回来回测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的 就是说 我回来回测没有问题 但是我回来回测的过程当中 它如果能够守在那个价位附近 或者是直接就在那个价位以上 这个我们一般来讲称之为叫做强势整理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强势整理的一个格局 法人外资其实最近期有开始去做一些回补 因此我想这几档 包括还有一档个股 应该是6667的一个性红科 只是说这股价之前连续拉之后 这个时候 你看这股票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过高 应该这样讲 我这里过 这个这一根长黑先过高嘛 然后开高走低嘛 然后连续两根的一个掌停板 换手之后 过高又拉回 所以这样个股简单来讲 你如果要做 你要稍微等一下 应该说你要买起来等啊 那个发动的时候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如果是你要买发动的话 就是要买在它还没有过高之前 一旦过高你就不要去做追价了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信红科今年期很简单嘛 我们之前谈过说他们最主要做的是 回收水的一个处理的相关的设备 这个以今年来讲 实际上我想不只是台积电啦 其他的足科的公司 甚至应该这样讲中南部的公司 因为现阶段其实就是中南部没有下雨嘛 这一些个股 他们这个时候如果要去做一些这个 废水回收再利用的话 我想其实对于信红科来讲 今年的整体的营运应该表现是不错 因此从艾斯摩尔这件事情 从艾斯摩尔昨天股价涨了6% 然后回推到台北股市 我想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观察重点 我想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谈到 那至于说护国神山台积电 这就不用说了啦 我是好像说600块钱 从过去这一段时间来看的话 它的价格其实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区间里面 不会差别太大啦 那只是说这个时候要不要买台积电 先买起来等这个就留给各位自己去做决定 我们是觉得说可以资金 可以做一个比较有效的应用啦 那从国际大厂的一个上涨 带回来到今天的一个盘面 这是我们从今天早盘的几个 比较重要的讯息当中 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除了这两个族群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 今天值得你去做留意的 或者是说这个时候 你可以开始去做一些寻找布局机会的 我想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大家做解析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图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图部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东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图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图部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 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出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尾用水 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 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 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加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结水可以很轻松 欢迎回到我们的 一个节目现场 那回来的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木指数到目前为止的 一个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37 138点 来到了17340点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一开始 有跟大家谈嘛 就指数的角度 或者说是 就整个盘面的一个角度 前面半个小时 它都必须要反映这个 所谓的一个 昨天隔日冲的一个调整 因为毕竟昨天跌的幅度 比较大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那如果说大家要去 挑股票来做进场的话 我觉得10点钟过后 应该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时间点 好 但问如何 在做股票之前 当然我们就要先知道说 要至少要知道 先看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那因为存五分间 所以我等一下要讲的 稍微比较快一点 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能够见谅 那这个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 就是我们应该这样 先看股价好了 大家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时候市场最热的 还是在钢铁类股 对不对 然后航运类股 那个长荣啊 中钢啊 这个股价其实都 继续往上去做喷出 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有点在 嘎空手 嘎空头 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存在 那要不要去做追价 当然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 如果你是那个 因为我们当初像是长荣 我们是价格是买的比较低 那股价上来 当然我必须讲 我没有出在最高点 但是你买在相对低档 其实你能够买的张数比较多 然后抱起来 其实也会少 不少会比较安心 拉到这个位置之后 它随时出现那种 技术面的一个修正 它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你只要觉得 这个停损你可以接受 你把停损设定好 可不可以做 可以 我觉得当然可以做 但是这个部分 其实我在昨天晚上的节目当中 其实也跟大家谈到 这个时候反而 比较好的方向 是我们拉回来 看一些 基期相对来讲 比较偏低的 这个传统产业的 一个龙头类股 那你说这个时候 还有基期相对偏低的吗 我们强调的是 相对偏低 因为这个时候 理论上来讲 股价其实大概都多 这多少有动到 所以基党个股 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例如说像是 1402的一个远东心 那远东心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从2月底以来 外资大概增加6.3万张 成本是29.9 那以昨天价格来看的话 大概跟成本差大概一成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原物料的一个上涨 当然对于化迁或者是句子诗的一个 带动的一个报价会呈现一个上扬 当然之前有人谈到说 如果日本不办奥运的话 会不会对这些个股造成影响 基本上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应该这样讲 不是说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这个部分运动员的穿着 你短时间之内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所谓的销量来讲 我觉得影响应该不是来得这么大 最主要是进入到了夏季之后 你的那个换季需求等等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影响应该是不大了 那礼拜一初不但最大量 回测这一根红K的1 2不破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续墙的条件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我突然发现我把水杯摆在电脑前面 另外我们再来看食品类鼓 其实食品类鼓是我觉得 这一波其实相对来讲 它没有反应 我觉得有点奇怪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去看原物料的报价 实际上以今年来讲 去年我们就不谈了 以今年来讲涨幅最大的应该是 对不起以过去6个月来讲的话 以涨幅最大的应该是石油 那这个很容易理解嘛 因为去年跌过头 去年有跌到那个负散7.5的 你还记不记得 所以去年油价弹幅比较大这个合力 然后接下来弹幅最大的 大家可能会想说 搞不好是铁矿沙吧 你看中钢长得这样 没有 弹幅最大的是黄豆小麦玉米 这些农作物的一个产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今天其实你可以 也可以大概发现到 包括像是1201的卫权 这个当然是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这个大的持品厂 1216的统一 但实际上如果说 以这个族群来看的话 一档指标性的个股 应该这样讲 如果说我们纯看 受到这种所谓的一个 农粮产品涨价最大带动的 其实应该是这一家 不过因为这个量比较小 我们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福茂油 一做的是油 我如果今天要炸黄豆油 我是不是要买黄豆 黄豆现在那么贵 我是不是要涨价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 比较主要的受惠 但是我们在昨天晚上跟大家谈到的 我觉得指标性个股 应该是一支 各种1218的泰山 那有它的原因存在 因为昨天我们讲 有超会谈过 有董监改选 虽然说现阶段已经停止过路 但目前看起来应该是 委托书征求战 然后另外包括 手中持有22.46%的 全家超商的一个股权 这个才差金基姆 那另外包括了像是 101的台泥 因为存20秒 所以要跟大家讲到 101的台泥 其实也是如此 外资一路卖卖不下去 会不会有一个 反手回补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时间点 随着指数创新高 你要怎么样去做挑选股票 会像我们每天早上 都会针对当天 比较重要的讯息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那当然我们一样 也会带我们的会员朋友 来做一个操作 那如果说你有 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 我们也都欢迎你 跟我们的服务人来做一个联络 那以上就是今天 4月22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元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优优电脑 小优优优独立 中间最后的对行期 我们资料价格执档的 优优优独立 中间最后的地球 跟公司与所体 小优优独立 对重生 更多的发生 創意比赛竟在运通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都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无往不利 成都同步值得托付 02752-5868-2752-5868 成都同步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都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无往不利 成都同步值得托付